嗨 大家好 我是毛毛的愛Amy 嗨 大家好 我是英國 嗨 英國受醫師 我們今天呢 想來聊聊就是寵物保健品 因為像我們髮豆啊 他的腸胃的話就是很敏感 然後各位有氧髮豆應該都知道 他們的屁又濃又臭 但是聞了還會上癮哦 那像我們姊姊熊妞 他就是有便秘的問題 我們之前有去看過壽醫師 那他們就是建議說 可以試試看寵物益生菌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要了解就是說 益生菌的話是不是真的對貓貓狗狗是真的有用的 嗯 對 像這個部分其實也是蠻多氏族會來整間 大多數問題都是跟消化道有關 是不是像蜜蜜姐剛剛說的 就可能搭上廁所的問題啊 那另外還有什麼像是兔啊 這些部分的時候 師傅都會說那我要不要給他益生菌 那其實益生菌還蠻常聽到的 而且很早期就有人在給予的一種保健品 至於該不該給這件事情 其實像最近很多新的文獻 像是受醫師這個部分 其實都會建議說 既然它是一個這麼重要的東西 你可以變成是日常就給它吃 不一定是說我一定是腸胃道出問題了 然後市主才會說那我是不是應該要給 那各位的受醫師如果評估說 他其實是可以吃一點益生菌 去保健腸胃道的狀態的話 他就可以去做給予的動作 所以其實跟人有點像 不是現在很多小朋友甚至大人 工作壓力大或什麼的 都會有什麼腸躁症的問題 醫師也都會建議說那你就是每天都要吃益生菌 對所以其實基本上我對我的市主也會說 那如果你覺得他腸胃道可能比較敏感 或是比較脆弱 可能吃什麼拉什麼 吃什麼吐什麼的時候 你其實就可以長期給予 正確的益生菌去保健他的腸胃 嗯那狗跟貓的話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區別 還是說狗跟貓其實都可以吃 基本上來說 目前市售的產品 加上一些文獻的探討 其實狗貓的益生菌就是 都要吃會是比較好的 那至於你的產品選擇的話 目前是沒有特別去分出說是狗的還是貓的 基本上狗貓他們的益生菌種類會差不多 嗯 對對對 所以你只要確認說 你買的產品是文獻或是收醫師認可說 這兩個菌確實是有在狗貓的腸胃道裡面 那也是有幫助的這樣就可以了 哦 了解 那除了就是腸胃道之外 對於其他身體的器官 譬如說或者是皮膚 那也是有用的嗎 哦對 其實益生菌好處不只是對於腸胃道 對像是皮膚也有人說 因為皮膚上有一些菌 對那他在吃入一些益生菌的時候 其實也是可以幫助他皮膚去活化一些好菌的部分 不要讓說一些壞菌很容易附著啊 加上傷害他的皮膚 那另外有一個蠻特別的說法是 因為腸子他自己有自己的神經蟲 所以腸胃道又號稱第二個大腦 對 所以其實益生菌後來還有研究指出說 他可以去安定動物的情緒 讓他們變得比較穩定啊 比較不會那麼緊迫緊張 對 所以情緒上就是也是會有影響 對其實情緒也是會有 哦原來如此 因為那你應該很虛擬 心情不太好是不是 他是一隻很敏感的米克斯 那比如說像現在台灣很多台灣出廠的益生菌 或是進口的 我們作為就是毛爸毛媽的話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挑選這麼多的品牌 對 那益生菌基本上我會給市主的建議是 第一個你一定要看菌種適不適合 像狗貓目前文獻提出最多應該要有的就是 所謂的乳酸球菌乳酸感菌 還有那個雙叉感菌的部分 對這些是你一定要有的 他才會對狗毛腸胃道有幫助 對那另外一個就是菌素的量 對通常像一些國外的文獻 他們是真的很認真去探討的時候 他們就會去統計說這個益生菌有多少的量 對但是最重要的是吃進去 因為我們都知道經過腸胃道 可能有些會被消化掉 代謝掉分解 對那所以這些菌有沒有得到一定的保護力 那他可以順利的跑到腸道去發揮作用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點 對 我懂了 那譬如說像我們有時候看網路上的文章 我吃益生菌我還要搭配飼料啊或是什麼的 才能加強它的功能 那這個是有真的這件事情嗎 對那基本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我們吃益生菌它本身是細菌嘛 那細菌也是有它需要的營養成分 所以比較常推薦跟益生菌一起吃的就是所謂的益菌生的部分 對它就是可以提供那些益生菌它所需要的養分 讓它可以在腸胃道裡面好好地做生長 為什麼那麼多的腸胃道問題很大一部分就是因為 亂吃嘛 不只人 其實狗現在有的也會亂吃 亂吃之後其實是會影響到它腸胃道菌蟲的營養攝取 對那加上這些營養不夠的時候 這些益生菌就會開始死亡啊菌蟲會開始改變 目前來說加上益菌生的產品是會比較推薦的 哈囉我是毛毛德愛Amy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寵物的相關資訊 歡迎follow我們的平台